今天國內一次新增了13例的本土猴鬥個案 那分別是在新北市有6例 桃園5例 台北跟高雄各1例 所以目前看起來北部的風險是比較高的 那麼詳細的疫調來聽一下疾管署的最新說明 在清明廉價前後 跟比較多的一些這個 包括長假在內 增加很多社交活動的發生的情形有關 那這個這一波主要還是透過這個 人與人之間的親密接觸 也包括性接觸性行為在內的傳播 那這個發生的情境 有有有限的這個疫調 然後不是每個個案 有提及到的是有包括像是所謂三溫暖 這類的營業場所 以及也有提到說是透過這個網路的交友團體而認識 但是都是以這個不特定人士 或者叫做不認識的人 不熟識的人為主 好 今天公佈的13位本土個案 再加上兩位境外移入 總共15人他們都沒有接種過疫苗 那因為喉豆的潛伏期是長達了21天 所以現在也擔心說可能有一些散發的風險 那至於說有人擔心到旅館或是飯店 共用到毛巾會不會有問題 今天疾管署也特別解釋了 如果以目前環境當中采樣 真的有發現到活性病毒 比較高機率是在醫院的隔離病房 所以目前是還沒有案例發現到說真的有在旅館被感染 那民眾也不用太恐慌 中文字幕 李宗盛